好 那我們看下一題 下例有關買賣物的 瑕疵 嫁金減少請求權的規定敘述 何者錯誤 選錯的 A選項 與買售人依通常程序 與買售人依通常程序重述檢查 而發現瑕疵即位通知後 六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這個沒有錯 你主張瑕疵擔保責任的這個權利 是從你檢查完以後 發現瑕疵通知以後 還有一個除次期間 還有一個六個月的除次期間 這個是規定在365條 這個買賣 買賣契約的 物資瑕疵擔保責任 它的除次期間是六個月 我剛才說365條嗎 365 那其實這承欄也是有 承欄的更複雜 承欄的瑕疵擔保責任的期間 沒有像買賣那麼簡單 買賣就是說 你檢查通知完之後 就是六個月不行使消滅 就六個月而已 365就六個月 承欄很複雜 承欄是怎樣 承欄的瑕疵擔保責任 它的那個期間是不是還分成什麼 瑕疵發現期間跟權力行使期間 對不對 瑕疵發現期間規定在498到500條 權力行使期間規定在514條 承欄的 我們等一下看承欄的時候會再看到 那這個就沒錯 365條 六個月 六個月是除次期間 它是一個除次期間 它不是消滅時效 所以它沒有什麼時效中斷的那些使用 看B A是對的 不要選 B 減少價金顯失公平者 買送人不得為之 這寫錯了 應該是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 買送人不得為之 359條 是解除契約 因為減少價金沒有什麼顯失公平的東西 減少價金拿到什麼顯失 減少價金就是 瑕疵當保者最典型的法律效果 你只要有瑕疵存在 那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減少價金 所以B選項是錯誤 所以答案選B 看C 前述六個月 無時效性質的法定期間 沒錯 因為它除次期間 它不是時效的 沒有時效性質 它不會有時效中斷 不完成的那些適用 好 諸選項 出賣人故意不告之 誤之 瑕疵時 不適用前述六個月期間 你覺得出賣人如果故意不告之 瑕疵的時候 不適用 你覺得合不合理嗎 你自己覺得 當然是合理嘛 所以你也不需要知道條文 條文是365條第二項 那這時候是不適用六個月期間 因為出賣人故意不告之 瑕疵的時候 其實出賣人可責性是更高的 所以這時候出賣人還是要負責 所以諸選項是對的 365條的第二項 在出賣人故意不告之 瑕疵的時候不適用之 那這個 買賣契約大概是這樣 他 買賣契約在選擇題 他最愛考就是瑕疵擋保責任的構成要件 他就喜歡考那個 那幾個構成要件 你要搞清楚 我覺得應該 每一年都會考一題 最少每一年都會考一題 那你就是要把 其實你基本上就是把第二頁的那個表格 那個構成要件那邊 特別是物資瑕疵擋保責任那幾個 把它稍微看 看一看 那應該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第一頁的這個 權利小聖大法則是考比較少 但是也是稍微看一看就沒有問題 那兩頁看到 那你至少就是 有一題或兩題 一定會拿到分數 那我們來看 接下來看正宇契約 看正宇契約 正宇契約他說 關於 金公正之正宇 金公正之正宇 受正人得主張之權利 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何者錯誤 金公正的正宇 受正人得主張之權利 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選錯誤的 選錯誤的 那個 A選項 正宇人 己付辭言時 受正人得請求交付 這個正宇物 他這個 AC珠 好像都是己付辭言 我們AC珠 一起看好了 這個正宇人 己付辭言的話 那個受正人可以請求交付 這個正宇物 C選項說 正宇人 己付辭言時 受正人得請求辭言利息 珠選項 正宇人 己付辭言時 受正人 不得請求其他 債務不領行之損害賠償 這邊其實都是和 正宇契約的這個 己付辭言 有關 規定在 大家如果看正宇契約 正宇契約是 現刑法是406以下 那你就翻到 他這裡應該是409條 來看409條 409條 我們看第1項 409條第1項 他說 正宇人就前條第2項所定之正宇 己付辭言時 受正人得請求交付正宇物 所以己付辭言時 受正人得請求交付正宇物 其因可規則於自己之事有 導致己付不能時 受正人得請求賠償正宇物之價格 所以後段是 己付不能 後段己付不能 那是流言回事 所以前段的話是這個 己付辭言 己付辭言時受正人你可以請求 正宇人交付正宇物 那我們看第2項 前項情形 受正人不得請求 辭言利息 或其他 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 這個受正人不可以請求這個 辭言利息 或者是 其他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你要知道 在 正宇契約裡面 在正宇契約裡面 正宇人既然是無償的 給予受正人這個正宇標的物 那你覺得我們法律規定 對於正宇人應該是比較 寬容還是比較嚴格 在正宇人可能有債務不履行的情況下 我們對正宇人應該是比較寬容 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他的第2項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基本上呢 在例如正宇人如果給付辭言 或者是正宇人給付不能的話呢 受正人 如果給付辭言的話 受正人只能 要求正宇人 你就是 趕快把正宇物給我而已 你也不可以請求任何的什麼 辭言利息 或是其他的 所要的賠償都不可以 了解嗎 因為你看 如果你依據債總的規定 債總的債務人可規則於債務人所到這給付辭言 這時候債權人可以主張什麼 債權人當然可以請求 債務人繼續履行這個契約嘛 對不對 請求他繼續交付這個標的屋 請求原債權的履行 還有 債權人最典型的法律效果就是 231條的第1項 債權人可以請求債務人賠償 因此言而生之損害嘛 那如果是金錢的債權的話 金錢的債權就是 可以請求賠償吃驗利息 對不對 可是在正宇的情況下 我們對於正宇人是給予優惠 所以正宇人基本上你只要繼續履行 原給付 你在給付錢的情況下 正宇人只要繼續履行原給付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賠償 因此言而生之損害 了解嗎 409條第2項 所以呢 AC租 A就是對的嘛 C就是錯的 受正人得請求辭言利息 是不可以 受正人不可以請求辭言利息 好那租 正宇人給付辭言時 受正人不得請求其他債務不允許水外賠償 租就是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B選項 B選項 因可規則於正宇人自己之事有 導致給付不能時 受正人得請求賠償正宇 賠償的價格 好這是409條第1項的後段 我們剛才看到了嘛 可規則於正宇人的 是有導致給付不能時 受正人可以請求 正宇人賠償 正宇物的價格 好就只能賠償正宇物的價格而已喔 好 什麼叫賠償正宇物的價格 就是正宇物它價值多少就賠多少而已 好這其實只能賠償什麼 所受損害 你可以寫一下 這只是只能賠償所受損害 如果我們一般的債務不履行的話 一般債務不履行 可規則於債務人是有導致給付不能 那債權人可以向債務人請求什麼 損害賠償 一般債務不履行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那你損害賠償 你當然是用損害賠償法的 一般的法律效果 216條 所受損害要賠 而且什麼 所失利益也要賠 所失利益也要賠 可是409條第1項它其實就說 這時候受正人可以請求正宇人 賠償正宇物的價額 可以請求賠償正宇物的價格 就只能賠償所受損害而已 不可以賠償什麼 所失利益是不可以 它409條二項說其他都不可以 對不對 所以私利益其實對正宇人比較優惠 可以 那我們來看410條 來補充 來看410條 所以這題就選C 那我們來看410 410條說正宇人 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 對於受正人負 己負不能之責任 所以你知道 正宇人因為 是一個無償的給予所以給予正宇人比較優惠的一個待遇 所以正宇人可規則是有標準降低成 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負責 只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負責 所以今天正宇人 你要說是可規則於正宇人 的事由導致己負不能 必須要正宇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這時候正宇人還是可規則 這時候正宇人才必須要依據409條第1項的後段 向受正人賠償正宇物的價額 那如果正宇人只是一般的抽象輕過失 導致標的物滅失的話 沒有可規則 就沒有可規則 正宇人要不要賠償正宇物的價額 就不需要了解嗎 就不需要 可不可以 好 那我現在再追深一個問題 410條 410條學說認為 要類推適用到己負 例如要類推適用到己負 此言的情況下 所以呢 正宇人也只有在有故意 或者是重大過失的情形下 己負此言 正宇人才負 正宇人的己負此言責任 要類推適用到己負此言 也就是說正宇人己負此言